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好 我们非常感谢神 刚才我们有非常美好的敬拜 也跟大家一起的来领受这个圣餐 我们感谢神每一个月 神都如此的带领我们这么的心思 所以今天我们已经走进了六月 这是2020年的已经是一半的 这个半年的时间 那么我们也感谢神 透过3月18号 当我们国家事情行动管制令 直到现在我们也看到 很多的人已经开始 很多弟兄姐妹开始回到自己的工作的地方 店面也开始恢复做生意 很多人的生活开始慢慢恢复正常了 那么有一样事情我们所要提的就是 在3月18号那个时候 国家因着疫情就执行了行动管制令 使到我们没有办法 一夜之间没有办法回到教会敬拜 而我们发现 这些东西它能够拦阻我们 使到我们没有办法实体的敬拜 但是却拦阻不到我们对神的那种渴望跟追求的心 反而我们看到在这个疫情行动管制令的期间 很多弟兄姐妹开始更多的努力的读圣经 更多的进行承导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开始养成这种习惯 开始每天早晨跟着教会的承导 然后开始花很多的时间在读圣经 开始花很多的时间跟弟兄姐妹交往 建立起一个很正常很珍贵的属灵的生命 那么今天我的主题英文就是 What is next 就是说这个行动管制令 现在慢慢开始解决了 很多人开始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的 那么我们会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 又打回之前的言行呢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不想这样 我们怎么样又能够呢 回到正常的生活 然后又能够怎么样的 继续保持我们之前在行动管制令 当中所养成的好的属灵的习惯 那么这段这样一个的过程 就使我想起 当时一些人 他们被掳到巴比鲁去的 他们失去了他们回到圣殿的经拜 他们失去了他们原本能够过的生活的方式 被掳到别的国家去 异国去巴比鲁去 然后他们在巴比鲁的时候一直想望 就好像我们在行动管制令 我们一直想到什么时候 我们能够回到实体的经拜 当时的犹太人也是一样 他们在巴比鲁的时候 他们在想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回到故乡 但是感谢神 我们看到 在上帝的恩手的带领之下 以色列人终究最后呢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在以色列集就记载了 所罗巴伯 就在上帝的手的带领底下 他就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 而今天早晨 我们要从这段的故事来探讨 有什么重要的要点 是我们可以在这段经文学习 以至帮助我们 虽然回到正常的生活 但是我们的属灵生命 还是能够持续的保持那种的火热 跟追求神 阿们 那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先来做个祷告 亲爱的耶稣 今天早晨我们非常感谢你 再次的透过你的话语 来帮助我们 来提升我们 我祷告说 透过这段话语的分享 开始给我们看到更多的亮光 更多的取士 好让帮助我们 虽然我们将要恢复热场的生活 但是我们对你的爱从来没减少 反而会不断的加征 我们感谢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们 哈利路亚 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一起来放开 以色拉记第二章的第一节 那以色拉记的第二章的第一节 我们请看我们的圣经这里说 这些是从被掳之地上来的审明 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桑 把他们掳到巴比伦 他们重返耶路撒人和犹大各归本城 那弟兄姐妹 我们把这个字重返 他们重返耶路撒人和犹大 而这段经文是再次以和和本修订版 而旧的和和本呢 就说他们回耶路撒人 英文就是说 弟兄姐妹 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个字 重返 那么重返的言文的意思就是 回转归向 或者是复兴 就是revive 或者是更新 renew 所以我们看到英文的意思 return的意思就是 to turn back to God 或者是 to turn back to God to repent 或者是 to bring back refresh restore 他的意思就是说 to bring back revive 所以弟兄姐妹 我很相信 透过这一次的疫情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实体的静拜神 但是我相信在这个行动管制的期间 我们所学习到 我们所珍惜跟神所建立那种的关系 反而当我们回到实体静拜的时候 回到真正的 恢复回这个正常的生活的时候 其实过期我们所学习的 当我们回到的时候 他是会给我们 我深深的相信 他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其他的复兴 所以我们相信说 弟兄姐妹 我要你跟我一起相信 当我们回到实体静拜之后 我们对主的爱跟热忱 反而会加征 阿妹吗 所以弟兄姐妹 那有什么的要点 是我们今天可以学习 以此帮助我们 回到实体静拜之后呢 我们还能够是对神火热的 第一 我们要回到复兴 the first thing is to bring back revive 那我们回到 实体静拜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 不是说 oh you go back the same oh 我们又回到同样的 我们又打回原信 no 我们首先第一个观念 我们要知道 就像一些人 他们回到自己的故乡的时候 他们带着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 我们要看到 当我们回到实体静拜的时候 神会带给我们一个的复兴 所以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要先上每一弟兄姐妹 跟我一起相信 当我们回到 什么时候回到 我们还不知道 但是我很相信那件事情 就是当我们回到实体静拜的时候 实体 回到自己各自生活 恢复正常生活的时候 神会带给我们一个的复兴 第二 这是 如同一人 那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在 以 以色列第三章的第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 到了七月 以色列人住在各城 那时他们 如同一人 聚集在耶路撒冷 弟兄姐妹 这个关键字是 那时他们如同一人 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他们回的时候是 很多人的 那么但是在以色列人眼中 他们回去的时候 为什么如同一人 这如同一人到底他要讲什么 The people resemble together as one There are many people But for them they look them as one 对他们而言 他们认为 他们是如同一人 弟兄姐妹 这里的如同一人的意思 是表示什么 如同一人的意思就是 同心合一 或者是成为一体的意思 那成为一体就是 不分彼此 就是togetherness being close to another person 就是 虽然他们人很多 但是他们走在一起的时候 对其他人来说 他们就好像一个人 他们就好像一体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同一人 在实的眼中是合一 但是合一 并非统一 这个真理我们要很重要 当我们回到实体敬拜的时候 不再是各做各的 不是哦你做你的 敬拜赞美是敬拜赞美的 投影是投影的 招待也是招待的 没有 我们已经在这一次的行动管制令当中 我们发现神给我们最宝贵的一个功课 就是我们如同一人 我们祷告会 大家在一起 小组我们大家在一起 所以合一 我们要很清楚的 那合一不是统一 那么合一跟统一之间有什么分别呢 那合一跟统一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他们接受差异 当我们说到合一的时候 我们会带着一种的宽容和接纳彼此的差异 那但是统一意味就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要跟我们一模一样 要跟我们是一样的 因此呢当我们无法接纳差异的疑地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 怎么样的 合一 所以我们看到很重要 当我们回到实体敬拜的时候 恢复到回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要抓的第二个观念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是一体的 我要鼓励弟兄姐妹 扎美灯塔教会弟兄姐妹 我们在神的眼中 我们是合一的 我们是同心合一的 无论你是负责合同的 热灵目去的 成人目去的 一灵目去的都好 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合一 我们在神的教导底下也是合一的 那一部所述第四章第三点说 他说用和平彼此联络 要合一的话 有一件事很重要 这是和平 竭力保守 圣灵赐下赫额为一的心 那我们看到 如果我们要同心合一的话 同心合一容易吗 大家合一容易吗 其实老实说 不容易的 所以圣经才说 我们要竭力保守 那英文圣经NIV的版本 他把它翻译成为 MAKE EVERY EFFORT TO KEEP THE UNITY OF THE SPIRIT THROUGH THE BOUND OF PEACE MAKE EVERY EFFORT AND KEEP 这是我们要花尽一切 我们要用尽一切 圣灵已经在这段行动管制令的期间 这两个月多已经给我们教会一个很宝贵的属灵空格 就是我们大家是一体的 大家是同心合一的 我们不要因为过了疫情之后 回到教会的时候 又变成不合一的 我们要真的去保守这合一的真理 所以弟兄姐妹 一体跟合一 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 我们可能讲的话的语言不同 你讲的是Bahasa 你讲的是英文 我讲的是普通话 或者是华语 那很重要的 那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文化 可能你是东马人 我们是西马人 北马人 中马人 南马人都好 不同的文化 我们做事情 我们有不同的呈现的方式 或者不同的教育的背景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要竭力保守 竭力保守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竭力去争取 在一起的时刻 然后我们要愿意放下自己的己见 然后呢 要一起同性的朝向 一个的意向 拥有一个的热情 才能够完成同一个的使命 弟兄姐妹 这个观念很重要 当我们回到实体敬拜的时候 回到恢复我们自己的生活的时候 我们要抓住的这个真理 除了我们要看到神要复兴我们之外 第二 神要给我们的 是一个合一的心 而合一的心 是要付上极大的代价 弟兄姐妹 你试想一下 当神的耳里 同心合一 不分彼此 如同一人 有同一个心思 同一个意恋 同一个意向 同一个热情 朝向同一个的使命 完成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 神会把复兴吃给我们 而且我们做起事来 就事半功倍 阿妹吗 我们就力量无求 影响的范围就更大 更广 而且更深 所以弟兄姐妹 你跟我在行动管制令 当中所学习的 我们真的要去 好好的珍惜 都不能够缺一 不分你跟我 我们回到十几经拜的时候 我们是要看到 我们是合一的 We are togetherness and we are unity 第三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就是 大家都起来 建筑以色列神的祭坛 我们看到呢 这个索罗巴伯 当他回到自己的故乡 以色列回到自己的故乡的时候 他们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来看 以色列第三章的第二节 我们一起翻开我们的圣经这里说 耶撒达的儿子 耶稣亚和他的弟兄 众祭师 以及撒拉田的儿子 所罗巴伯和他的弟兄 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 要照神的墨西律法书上所写的 在坛上献凡祭 那以色列人 第一件事情 他回去的时候 他除了抓住一个观念 我们回去 我们要看到神赐给我们复兴 我们回去的时候 我们如同一人 另外一个很重要 他们回去的时候 弟兄姐妹你思想 要回去自己的故乡已经不永迷 为什么 因为他们已经一代人住在巴比伦 生意各方面 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做生意做了七十年 已经一代两代在那边 叫你移民去那个地方 当我用这个字移民 就是说你已经住在那边一段时间了 叫你回到自己的地方 就好像我是从金融波来 我住在新山已经超过二十五年 你叫我回到金融波去住呢 可能不是这么容易的 因为我已经在这里落地生坑了 所以你可以想想 以色列人住在巴比伦 已经有好一段时间 已经有两代 他要再回到自己故乡容易吗 谁就不容易 所以而他们回去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啊 他们在旷野的时候 当然大帐篷暂时住OK 但是回到自己故乡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你要做的是什么 就好像我们回到正常生活的时候 我们第一天想要什么 钻钱先 过生活先 就好像你现在他回去的时候 可能他们脑海中第一件事情就是 把自己的家园先建筑好 但是圣经说没有 圣经说他们一回去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他们要做是 建立祭坛 圣经说什么 圣经说他们起来 他们如同一人起来 大家起来建筑与世的神的祭坛 那弟兄姐妹祭坛是什么 祭坛是先祭的地方 祭坛是以神为中心的地方 那既然讲到祭坛 一定是有祭物 而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 我们要献上自己 怎么样呢 成为活祭 弟兄姐妹 我们献一个祭物的时候 请问你献一个死的祭物容易呢 还是献一个活的祭物容易 当然牧师 死的祭物当然是很容易 因为死的任由你宰革 对不对 但是活祭会随时改变主意 但还没死你把它放在祭坛 他可能会从祭坛跳出来一样 还会有挣扎 而且还会不想继续下去 弟兄姐妹 神要我们先活祭的意思是说 我们还有带着自己的想法 还有带着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还有自己想要进行的工作 但是叫我们先想到神的事情先 容易不容易啊 不容易的 而我们看到祭坛 却要给我们学习什么 第一祭坛要给我们学习的是 一种的许例 a discipline 一种的几例 所以在行动管制令 你没有工作的 你还没有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 你早一点起来灵修 当然容易 但是现在已经恢复到正常生活 要你早一点起来 昨天已经很迟 所以要再早一点起来 要去进行承导 要跟着教会的承导容易吗 不容易 但是可以胜过吗 可以 你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 所以 祭坛是讲到一个举例 一个举例 祭坛是讲到一个牺牲 you need to sacrifice your time 是一种的牺牲 是一种的线上 主啊 我要把这段时间献给你 我还没有工作之前 还没有上班之前 我要把这个一个小时 15分钟的时间 献给你好好的 给过一个举例的生活 来灵修 来读经 所以祭坛第一 就是一种的举例 一个的牺牲 一种的线上 而且也是一种的代价来的 另外一点 我们也看到 祭坛代表什么 祭坛是代表全病的降妇 我们祭坛 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 要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意思是说 我要献上 我要牺牲 我就是祭物 祭物就要怎么样 全然烧尽 全然烧尽的意思是说 不再有我了 先经活作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 弟兄姐妹 这样现在活着不再是我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 所以将来太书第二章二十节 就是告诉我们说 祭坛是需要把我们的牢 我们的肉体 我们的血气致死 钉在十字架上 不再有自己的想法 不再有自己的看法 要以神为中心 弟兄姐妹 如果你要看到 复兴 继续的临到你的生命的话 你要把自己当成活祭 献给神 你要不再用 自己的想法 虽然你有自己的看法 但是到做决定拍板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是 以神的依恋为恋 以基督的心为心 以基督的灵为灵 所以祭坛是建立在 神的主权 把神的主权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使我们要更生的相互于神 所以当我们的想法 跟神的坏起冲突 互相抵触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 基督就是教导我们 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想法 我们要去听 神怎么样说 我就怎么样的听 神怎么样讲 我就怎么样的顺服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以色拉 索罗巴伯 和这些以色列 他们第一件事情 回到自己国家的时候 他们首要考虑的 不是他的家园 乃是建立神的祭坛 因为他们很清楚一样事情就是 如果没有神的同在 即使我把我的家建立起来 弟兄姐妹 很宝贵一样事情就是 这个疫情一来的时候 我们在行动管制令当中 没有办法去工作 没有办法去赚钱 没有办法做生意的时候 给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就是 如果没有神的同在 我手头上有这么多钱 这么多产业 也没有用 他有一天可能也会化为无有 所以神的同在就变成很重要 所以以色列的人很清楚 他们可能当时可能会很辉煌 他们可能是过了一个很好的生活 但是因为之间敌人来了 把他们掳到别 这个异国之后 他们什么东西就没有了 就好像我们过去所接力的东西 透过一次的疫情来之后 就化为无有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回去工作的时候 我们就学习到一样东西 如果没有神的同在 我怎么样把我的家建立起来 也是没用的 所以圣经在四边也说 那非约合华建造房屋 怎么呢 就如果没有神建造房屋呢 守这个家园的人都是枉然的 所以弟兄姐妹神教的我们祭坛就是不再以己见来引导我们生活 而是有神引导的生活 所以以色列很清楚 就像马来福音六章33节说 你们要什么呢 先求死的国和神的义 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跟我 就是说弟兄姐妹 是的我们很快回到正常的生活 但是在正常生活当中 我们还是可以先寻求死的国和死的义 然后过后神还会把他要给我们东西 再给我 不但给我们 而且是要add的 要加给我们的 所以祭坛是什么 祭坛也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服侍神 使上帝满足的地方 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 欠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to offer your bodies as a living sacrifice holy and pleasing to God this is your truth and proper worship 弟兄姐妹 事奉也把它翻译成为worship 所以意思说当我们回到自己的正常生活的时候 我们要很质疑一样东西 不要因为你忙碌 然后你就推卸了一切 神把给你那种可以服侍他的机会 你要treasure 你要grab 上个礼拜我讲的 we want to grab all the opportunity 我们要抓紧一切的机会来服侍神 好像我们虽然忙碌 但我们还是可以以神的事情为首要的时候 那弟兄姐妹神的心就得到满足 所以祭坛就是服侍神 使神的心得到满足的地方 所以弟兄姐妹我盼望 透过这次疫情渐渐的离开了 第二我们回到自己的正常生活的时候 首先第一很重要的观念 我们要抓住的 这我回去的时候 我要就是看到复兴 第二我回去的时候 我要看到的是什么 我要看到的就是大家要同心和意 有同一个意向 同一个热情完成同一个的使命 这是神给我们赞美灯塔教会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然后我们回去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 把我们的属灵生命建立的好 建立一个祭坛的生活 不要再回到旧的生活了 我们要有一个己力的生活 一个牺牲的生活 一个所谓先上的生活 一个为神不代价的生活 然后不再以自己为中心 做任何事情都以神为中心 那么最后不要以自己来引导的生活 反而是让神来引导 所以弟兄姐妹 我可以担保你 一当你回到正常生活 你守住这几个真意的时候 你会看到你的生命灵里面的火 是不断的燃烧的 神给你灵里面的热忱 还是是不断的燃烧的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 因为你在这段疫情行动管制令的期间 让我们能够看到 学习到 经历到许多属灵的功课 主啊我们不愿看到 当我们回到正常 恢复到正常生活的时候 这些宝贵的功课 却慢慢的淡化 我们感谢神透过今天的信息给我们看到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要保持对你的热忱 我们弹上的火要持续的燃烧 我们回去的时候 我们要过一个有举例的生活 我们要坚持到底 去爱你 去射奉你 去做你要我们所做的事情 然后这一切事你就会加给我们 主啊我们要成为一起蒙你所祝福的人 以致我们可以成为众人的祝福 主啊我们谢谢你 我们带着极大的期待 相信你 透过这个疫情之后 你要大大的复兴 使你的教会同心合意 朝向一个的意向 一个的热情 一个的使命 我谢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祷告 阿们 亲爱弟兄姐妹 我们的聚会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但是呢如果你觉得 今天这个信息神像说话 要有人为你祷告的话呢 你可以在这段时间 赶紧的打电话给你的组长 而我们的组长也已经预备好 来接你的电话 能够为你持续的来 围着你来祷告跟服侍你 愿上帝祝福你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上帝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